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还在妄想 思雨和皇上重修就好吗 这哪是妄想嘛 娘 我对皇上早已死心 皇上对我 对我爹爹都如此绝情 从此以后 我不会对他 再有任何的眷恋 思雨啊 爹 无论如何 我对皇上有任何的眷恋 你一定要确保我 生的是个儿子 好 思雨 你放心 既然你有这个决定 爹一定帮你 老爷 历代淘江 这可是欺君大罪啊 欺君又怎样 皇上一次又一次地伤害我 欺骗我 就算我这次骗了他 又如何 你再选一番 要不要 想了щ肉 爹 也要让凤鱼 也不想挂他 上岳下 爹 祇 监睿 是 拜见袁雪氏 袁夫人 你们看到香兰了吗 我怎么到处都找不到她 我没看到啊 是不是你把你老婆给气走了 昨晚我们确实是发生了一点争执 可她也不会因此离家出走啊 香兰不会离开真儿 如今真儿被你们逼得再度出走 香兰又怎么会在这里啊 娘娘也离开了 为好 现在你追也是没用 他们既然想离开 你又到哪儿去找他们的 魏大人 因为你的愚忠把香兰弃走了 你还不罢手 袁雪氏 因为杜白山的事 皇上也是慎感忧心 所以皇上认为 只有把娘娘留在身边 才能好好地保护她 这也是皇上对娘娘的一番心意 心意 让郑儿留在北疆 我们全家人就保护不了她了 美好 我看你 还是先回京服命吧 玉缺 你放心 我会暗中派人寻找他们的 他们应该没事的 好吧 看来现在 我也只能先回京 向皇上请罪了 袁雪氏 袁夫人 告辞了 你听清了吗 杜志安真的有如此打算 是 我听得一清二楚 哥 你告诉我 这个孩子 是不是你的 我相信是皇上的孩子 云翠 我希望你能把我跟他之间的事情 彻底忘掉 我想忘掉很容易 我怕的 是你忘不掉啊 我们还是先来想想 如何防范杜志安的阴谋 曲之后 诶 到底是可以的 我自己是 黄朴 诚 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大人 这是与小姐产妻相近的孕妇名单 小儿啊 此事办得非常漂亮 你一定要看紧这些人 将来或许会用得上他们 是 大人 我会亲自盯紧他们 好 没想到朕又再一次把哲儿逼走了 皇上 皇上 臣以为 目前宫中情势 还不利于皇后娘娘回宫 皇上和宰相大人的关系 已处于崩堤边缘 此时娘娘出现 只会更加恶化彼此关系 皇上想要保护娘娘的美意 恐难达成 再者 蓝贵妃已怀有身孕 此时让他们两个人见面 对彼此都不是一件好事 皇上不如等待一个好时机 再迎娘娘回宫 紫妻啊 你所言朕何尝不清楚 只是 一想到朕儿 从此漂泊天涯 无依无靠 朕这心里就难受了 朕儿 我一定要找到你 等时机成熟 我会亲自迎你回宫 给老师 因此 九王子 天这么冷 别洗了 万一受了风寒就不好了 我身体强壮 哪儿那么容易生病啊 岳征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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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守信的女人 骗子 不管怎么样 我不是来了吗 好 那我一定做到我的承诺 我要吃羊腿 没问题 去那边 全都拿走 一点也别上 军爷 军爷 我们还指望他 更做活命 你不能抢走啊 你们欠军粮不交 还想活命 公子 你们年年争粮 月月争粮 我们老百姓 哪有这么多粮食可交啊 都不交军粮 大喊那军队吃什么 滚 你们 军爷 军爷 我们是九王爷的人 大厦不要惊慌 我们来救你们啦 你怎么会跑 说 你明明是天资国的人 为什么要假扮我的手下 九王子殿下 丁岗受人所托给您带话 只是苦于不知道您的行踪 所以才会出此下策 你还挺聪明 知道用此方式逼我献身 说 谁让你传话的 是凤荀殿下 他有意与九王子联手 不知道九王子是否愿意见面 殿下 将军 丁副将回来了 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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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末将终于找到他了 九王子答应与殿下见面 让我们定下日期 再通知他 太好了 快点 他也再见 他还在家里面 你不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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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许可 你不许可 行动啊 要小心 这时候不能出任何的意外 来 喝碗汤 谢谢娘 思雨 娘娘 思雨 你怎么了 娘娘 肚子疼 思雨 怎么可能啊 这日子还没到呢 快 娘娘 快去请太医 是 快来慢一点啊 思雨啊 小心 不要怕啊 星儿 思雨 马上去通知小艾 你且医疾行事 是 老爷 是 老爷 走 没事 别怕 思雨 皇上 这些是宰相大人推荐的官员名单 子歇啊 今年 北方有多条河道需要加改桥梁 此事朕就交给支院士陈月 让他来负责此事吧 是 另外 你再通知安排一下参事正事林优好 让他去负责我国与邻国的邦交事务 希望大家未来能够不动干戈 和平相处 皇上 这林优好 不是宰相大人所推荐 朕知道 他是王上叔的门生 善于邦交事务 应多语提拔 是 皇上 皇上 怎么了 皇上 皇上 我也想一下 滚伤 露媗 难受 settled 冗兵 你想一下 快了快了 有力 心儿 你怎么才来啊 急死我了 记得千万要小心 你怎么还在这里 蓝贵妃可就要生了 来 给我 世卫大人 这篮子里装的 都是蓝贵妃生产要用的东西 现在我们蓝凤公正急用呢 既是蓝贵妃要的东西 你们赶紧送去吧 好 好 好 谢谢世卫大人 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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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样 是男舍女 启禀皇上 蓝凤公那边还没有消息 皇上不必着急 蓝贵妃吉人天相 定能顺利生产 皇上 皇上 禀告皇上 蓝贵妃难产 请皇上恕罪 微臣敢问皇上 万一两难时 留母还是留子啊 一定要全力保住蓝贵妃 是 思雨难产 是啊 大人 这孩子的头上脚下 乃是倒作莲花呀 那你们得赶紧想办法 一定要保证贵妃母子平安哪 夫人 贵妃娘娘 确实是很危险 我也只能尽力而为了 老爷 这可怎么办哪 夫人 别急 别急啊 相信思雨 一定能挺过这个劫难 你不 mour得 远崔 谢谢你啊 这篮子 我还是自己提包 杏儿 大家都是为娘娘办差 你不用客气的 阿奇 南贵妃正在生产 你们不再跟前刺我 我来这里干嘛 对不起 容大人 娘娘命我们去取一些生产用的物品 匆忙之中冲撞了您 实在对不起 你们走吧 下次记得小心点 是 谢谢容大人 娘娘 再用力 再用力 快生了 快生了 老爷 自语生了 太医医 快 娘娘昏过去了 快 快 快 你怎么才回来 怎么又是个女婴啊 怎么可能啊 小孩给我的时候明明是个男婴啊 星儿 你快把这个孩子带回去 我去找宰相大人 皇上驾到 走了 皇上怎么来得这么快 星儿 你走那边的门 好 见老爷 好 宰相大人 会儿更能力 太医疚了 会儿来 祖父子 但是他身为了 礼貌 非常值得 所以我同心 哪一角 你能解呢 这 思雨天生富贵 生的一定是皇子 是吗 恭喜皇上 蓝贵妃生了一位公主 公主 好 公主好 朕就喜欢公主 生的好 瞧瞧 张公公 在 传朕口谕 让太医院尽力为蓝贵妃调养身体 朕必有重伤 是 你这个废物 老爷 老爷饶命了 醒儿知道错了 醒儿知道错了 就请你饶了醒儿吧 闭嘴 听新安排的事情 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 到底是哪儿出了差错 大人 我交给醒儿的确实是个男婴 是我亲自检查过的 肯定错不了 老爷 小爱交给我的事难应没错 可是 我的事先从来都没有离开过婴儿啊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你 想想 你给我仔细想想 你拿到提栏之后 还遇到过什么人 发生过什么事 我 我 是 谢谢容大人 那天回去的路上 我遇到侍卫在盘查 幸好云翠帮我解了围 后来 后来我又撞上了容子气大人 等等 容子气 你 对 你 你 你 也不可以 你 小纯 不用了 这 这 你 过来 说明是皇上派他怎么干的 大人 难道皇上早就担心大人 将来会拥孙而立 才会由此行动 他的心机如此深沉 老夫小觑他了 下来 你马上告诉属下人 尽快找到凤荀 是 是 杏儿 一定要提醒娘娘 密切注意皇上的动静 以防有变 是 你还是快走吧 万一此时皇上要来探望蓝贵妃 那可怎么办 我偷偷看她一眼就走 不会惊扰到她 你真是 我偷偷看她 我偷偷看她 她不敢再赢她 去太医院把我的药断了 是 娘娘 听我爹说 是你破坏了我们的计划 你老实告诉我 是皇上让你这么做的吗 是我自己决定这么做的 你再不能这么做呢 我为了想生个皇子献些丧命 你竟敢坏我的事 你知不知道我现在因为你 再也没有未来了 如果能让你消气 我请愿让你多打几下 你不用在我面前假惺惺的 如果你真的喜欢我 你就应该帮我 你这样对我 只会让我更恨你 只要不伤害皇上 我愿意为娘娘做任何事 你不忍心伤害你的皇上 你就忍心 看到我受到伤害吗 娘娘 你有没有想过 也许你生了公主 反而能得到皇上的疼爱 我不要公主 也不要皇上疼爱 我要申太子 太子你懂吗 娘娘 你对皇上心怀怨恨 这样你怎么能幸福呢 她从没想过给我幸福 娘娘 我这么做 都是让她逼的 娘娘 你走 我不想再看见你 娘娘 好好休养 臣告退 参见皇上 好 南贵妃睡下了吗 回皇上 娘娘刚刚已经睡下了 请皇上稍等片刻 容奴婢进去通报娘娘 不用了 朕只是来看小公主 看完朕就走 你怎么醒了 身体好些了吗 谢皇上关心 太医条理得意 臣妾已经好多了 那就好 南贵妃自此为朕生下公主 朕很高兴 皇上这么说 臣妾就安心了 臣妾担心 没能为皇上生下一位皇子 会让皇上失望呢 怎么会 朕喜欢这个公主 已经为他取名 叫奉洁 如何 正好听 皇上 你看杰儿多乖啊 见到皇上来不哭也不闹的 杰儿一定很喜欢皇上 杰儿 快睁眼看看你的父皇 杰儿乖 快 杰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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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杰儿 杰儿 岳正 在这住的还习惯吗 习惯啊 很幸福啊 我喜欢这种无拘无束的生活 我希望你能慢慢习惯有我陪在你身边 月正 我要娶你为妻 你愿意嫁给我吗 好啊 好啊 月正 我一定会好好珍惜你的 月正 我愿意等你 等你能够真心接受我的那一天 我一定会全意 我的老娘 你是ном隐? 皇上是真心喜欢杰儿的 如果你生的是皇子 他就没这么高兴了 皇上之前 就不想让思雨怀孕 如今再想有孕的话 恐怕更难了 爹 那接下来 我们该怎么办 既然他已如此防范 那我们就得另找人选取代他了 殿下 看来杜志安对皇上已有反心 以私下派人积极寻找殿下 看来他是有意想培养殿下 成为他新的傀儡 简直是痴人说梦 我怎么可能与他合作 成为他的傀儡 殿下 我觉得此时正是我们与杜志安 结盟的好机会 我们可以利用杜志安的势力 将皇上奔倒 之后再除掉他几口 我不能答应 是他憋死我母后 我怎么可能与仇人合作 对 之前之所以与他有所接触 那也只是为了激化他与凤林之间的矛盾罢了 说到结盟 绝对不可能 殿下 成大事就该运用各种手段来达到目的 既然杜志安的势力可以唯我们所用 我们为什么要放弃这个大好的机会 我不会与他合作 我将来 一定要亲手杀了这个老贼 为我母后报仇 殿下 住口 你先下去 殿下 既然殿下 不愿与仇敌合作 那我们还维持元意 继续和九王子保持联络 希望能说服他 与我们合作 周将军放心 我一定全力以赴 希望能达成功势 小姐 原来九王子都已经有孩子了 怎么都没听他提过啊 是这样吗 也许没来得及跟我们说吧 岳州 你来了 快来看看我的孩子们 好 来 好 来 都过来 来 慢点慢点啊 来 叫娘 不用了 叫姐姐就好了 姐姐好 你们好 好可爱哦 姐姐 你长得好漂亮啊 谢谢 你也很漂亮啊 姐姐长得当然漂亮了 否则爹怎么会喜欢她呢 好 好了 去玩吧 好 来 姐姐去玩 走 真没看出啊 你都是五个孩子的爹了 你我还没成亲 谁帮我伤孩子啊 那他们 他们是我收养的 都是在战祸中 父母双王的孤儿 虽然他们来自不同的部落 但我对他们势如己出 希望在我的保护下 他们能够远离战略 快乐的生活 你果然很有爱心啊 以后 我就跟你一起照顾他们 走 跟我们好玩去 时间 走 可恶 大家 对 我 我 我 他 我 我 你 你 我 你 我 你 朕没记错的话 此人应该是宰相大人推荐的吧 可就此事 询问过宰相大人的看法吗 回禀皇上 臣得知此事 就立即上报宰相大人 可至今未见回府 臣以为 倘若朝廷再不妥善处置此事 恐失民心哪 好 王尚书 此事朕就交由你查办 相关人员一个也不能放 臣遵旨 子齐位号 查办此案一定必有难度 朕命你们两人定要鼎力协助 王尚书调查此事 绝不允许任何人徇私包庇 臣等定无父皇命 看殿下的状态可真不像是被朝廷缉拿的逃犯 彼此彼此 九王子偏安异渔 这日子过得不也颇为惬意吗 不知道殿下此次前来 是有何计划要和本王商议 九王子也是爽快之人 那我就直言相告了 我打算与你联手离间凤林和大汗 只要能够挑起两国之间的战争 我们便能坐收渔翁之力 那殿下认为我们该如何离间他们呢 此事并不困难 我提供给你粮草和军马 并带兵与你一起偷袭大汗的军队 以大汗猜忌好战的个性 势必会对天资国发起战争 故事OS 这些识差的会议 现在是男人 那个战争 一定会想要把人赢了 这些人使得军队 我可以去理解 乃法 你不是故事 咱们 何从 later府 终于是有主殿 有 천 属于 dryer 然后就会把大王奉 演唱一帮 把大王 employed 店长一圣 把大王进 lugar 廿物是最二的 袭桌 都不投奉 Bare손 不拒绑 你也知道了 虽然王兄对我屡屡迫害 可他毕竟是我的王兄 我并无心取而代之 你这样待他 大汗可不这么想 他对你定是除之而后快 就算是这样 我也不想因为我们兄弟之争 而祸及无辜百姓 九王子如此心胸 确实令人敬佩 凤群就不勉强了 倘若有一天九王子改变了心意 可以派人到南东关深来客栈 找刘掌柜 他定会转告我的 好 有桧名 邱县 看到你还活着 真是太好了 我也是 看到你平安 我就放心了 我